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是被称为新中国第四代定导演代表人物的谢飞 我们的田野拍摄于1983年 刚过不惑之年 谢飞为我们讲述了蹉跎岁月的一段青春故事 你不是我姐姐 你是我媳妇 乡女萧萧 改编自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这是一部描写近一个世纪前 湘西农村童养型命运的影片 它批判了封建社会 吞噬人性 吞噬生命的仇恶 在谢飞的影片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她的理想主义 也能感受到她对文化和人性的深切的思索 她用现实主义的笔触 时而缅怀着过往的青葱 时而描摹着举杯的怅然 1993年 谢飞的又一部女性电影《香魂女》 轰动了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 影片对两代女性凄美命运的诠释 打动了评委 该片一举获得第43届 柏林国际电影节金雄奖 她热爱人 尤为关注女性的命运 在深刻的文化思辨 和执着的美学探索中 她感动于她们的花开花谢 悲悯于她们的人生无常 更由衷地赞美她们 如土地一般的宽广胸怀 我用提名的 你把马指就好 心就用提名的 这是谢飞导演第一次将目光 投射在马背上的民族 和他们独特的文化生态 维维讲述了一个从草原走出的男人 白鹰宝丽阁 离乡返乡的心目历程 和一段凄美的爱情对视 近年来 谢飞导演不但致力于拍电影 电影教学 还穿梭于国内国际各大电影学院 各大电影节 在讲学和担任评委的同时 着力宣传推广中国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losest London 已经 Dear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